仔细看 这些人体内都被寄生了铁线虫 此时 这个女人看向了摆在不远处的几桶水 她咽了咽唾沫 下一秒 只见这个女人不受控制的向水的方向跑去 然后 举起一桶水 猛地往嘴里灌 孩子们在旁边哭泣着 没错 被寄生了铁线虫的人都会不停地喝水 直到把自己撑死 然后铁线虫才会从人体内钻出来 就在女人依然猛地喝水的时候 她的朋友突然阻止了她 并让她为了孩子 一定要控制自己 这时 女人看见了一旁哭泣的孩子 终于 仅剩的一丝理智战胜了喝水的欲望 她活了下来 而另一边 在男人的逼问下竟然发现 便宜的铁线虫竟然是人为投放的 然后在不经意间 让人们知道这个药的疗效 然后让政府花高价收购他们的公司 我呲 这么惨无人道的事 他们竟然也做得出来 而另一边 感染者又出现了死亡 没错 就算不喝水 到了一定极限 铁线虫还是会冲破人体钻出来 可是 为了销毁证据 投放铁线虫的人在逃跑的时候 一把火烧了库存 仅有的药 可是就算知道了配方 要等工厂做出来最少都得一个星期 可是被击生了铁线虫的人 大都挺不过三天 这时 男人突然想起来就算不制作成药 但用原料效果也是一样的 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 人们扛过了这次变异铁线虫的入侵 可是 真正变异的 真的是铁线虫吗 好 谢谢大家